能源问题政治化加剧供应阴霾 百元时代油价或仍有上行空间 在市场供应日益紧俏之际 走进百元时代的油市 愈发动荡难安 5月8日 七国集团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举行了视频电话会议 承诺将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G7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 我们承诺逐步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包括逐步停止或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我们将确保采取及时有序的方式 确保稳定和可持续的全球能源供应 G7成员国包括美国 加拿大 英国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由于各国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度不同 因此行动上也并不统一 早前美国 英国 加拿大已经率先全面禁止俄罗斯能源进口 而德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行动稍慢 目前正在推进禁运俄罗斯石油 总体而言 在供不应求的驱动下 国际油价今年已大涨于40% 目前位于110美元每桶关口附近 而随着欧美多国不断加码对俄制裁 油市供给端的压力未来会更大 欧洲料将与亚洲等地的买家争夺能源供应 市场普遍预计油价一场难跌 全球最大的不利石油交易商维多集团警告称 随着俄罗斯受到的制裁越来越多 从5月中旬开始 大宗商品公司购买和销售俄罗斯石油将变得更加困难 维多集团亚洲业务负责人迈克马尔5月8日表示 目前俄罗斯的原油和相关产品出口 已经从2月10的750万桶 日下降到了650万桶日左右 5月15日之后出口可能会进一步下降 对油市供应冲击最大的无疑是乌克兰局势 全球第二大原油出口国俄罗斯 正日已遭遇欧美国家排斥 在美英澳加之后 欧盟正酝酿年底前全面禁运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 尽管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 目前仍未同意禁运俄罗斯石油 但鉴于此前最大的反对国 德国已经不再反对 预计欧盟委员会的石油禁运提案 得到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只是时间问题 新纪元期货研究所所长王成强 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 俄罗斯是世界第三大产油国 同时也是第二大出口国 俄罗斯原油被禁运 将引发区域性的巨大能源供需失衡 搂乱全球经济 而在俄罗斯石油出口受挫之际 欧佩克家也并未打算加速增产 在全球疫情抑制原油需求 产油国闲制产能不足等因素影响下 欧佩克家继续按原计划 将6月产量目标提高43.2万桶 另一方面 欧盟曾多次表态 希望欧佩克能填补俄罗斯石油的缺口 但一直遭到无视 在欧佩克坚持小幅增产的情况下 欧盟将不得不与亚洲买家竞争有限的产量 此外 自今年3月以来 伊核协议谈判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伊朗原油救世的希望也暂时破灭 2018年 时任美国总统克朗普 撕毁了奥巴马时期批准的伊核协议 并重新对伊朗实施了大范围制裁 在美国对伊重启制裁后 伊朗石油出口从2018年峰值的280万桶 日迅速暴跌至了20万桶 日 目前石油出口量约为150万桶 日 目前欧盟正在尽最后的努力 试图挽救伊朗核谈判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周塞普伯威表示 他正在寻求一种中间道路来打破僵局 希望欧盟谈判代表安内K猫儿 能够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 讨论伊核协议 但尴尬的是 美伊双方谁也不肯让步 美国希望伊朗会屈服 而伊朗政府则希望拜登会先让步 双方的僵局可能仍会维持较长时间 目前美国自身也难以大幅增产 大型上市石油公司需要提高回报 目前正将重点放在削减债务和增加股东派息上 德州标准石油联合创始人 与油价上涨相比 美国钻井数量的增长迄今看来乏力 原因包括支出受限 投资者资金流向可再生能源 以及行业供应链存在问题等等 在乌克兰局势升级后 美国对俄罗斯采取了全面能源禁运 同时加大对欧洲的能源出口 极力推动欧洲和俄罗斯能源脱钩 但美国无法填补制裁 俄罗斯带来的巨大供应缺口 同时对欧出口增加也让美国国内燃油库存巨减 价格暴涨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流分油库存仅为1.051桶 创下2008年4月以来最低 接下来大概率还将继续下降 自2020年7月开始 流分油库存在过去96周中有60周库存下降 总共下降了6900万桶 对此瑞瑞能源期货执行董事 Albert Teo这坦言 更尴尬的是 拜登政府为了遏制油价飙升 3月底曾宣布6个月内 释放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但如今转眼间又得考虑补充SPR 鉴于目前SPR已经处于20年来的低点 美国能源部计划在今年秋天 寻求购买6000万桶原油 这将是21世纪以来 美国首次大规模补充战略石油储备 咨询公司Lypiden Energy Partners总裁 麦开列警告称 尽管拜登政府决定采购石油补充SPR 但这只能部分改善近年来 SPR规模下降的局面 由于拜登政府不负责任的释放SPR 储备了枯竭将使美国和世界 更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冲击的影响 面对当下飙升的油价 美国已经没什么好办法 又尝试打起了欧佩克的主意 当地时间5月5日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议17票赞成 4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份 针对欧佩克的反垄断立法草案 禁止石油生产或出口卡托尔法案 但这只是NOPIC迈出的一小步 未来还需要参议院 众议院表决通过 然后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假如NOPIC成为立法 美国检察官就能以打击 垄断行为和市场操纵为由 在联邦法院对欧佩克 或其成员国提起诉讼 俄罗斯等欧佩克加成员国 也可能被起诉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这一法案想要获得通过并不容易 例如在2019年 沙特就曾威胁称 如果华盛顿通过NOPIC 沙特将以非美元货币出售石油 这一举动会削弱美元 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降低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 国际游下飙升之际 拜登曾多次施压欧佩克加增产 但一直遭到拒绝 面对西方的压力 欧佩克加坚持认为 自己不因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供应中断负责 同时担心疫情复然带来的需求疲软 坚称供需基本面和前景军基本平衡 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再度强调 其他产油国不可能取代 在俄罗斯超过700万桶日的出口量 闲置产能根本不存在 欧佩克目前已经增产乏力 加盛集团资深分析师 法维格尔高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欧佩克需要解决减产执行率过高的问题 调查显示 欧佩克的4月日产油只比3月增加4万桶 减产执行率高达164% 高于3月的151% 自去年10月以来 除了今年2月份 欧佩克都未能达到承诺的增产配额 在这场地缘政治危机引发的市场动荡中 欧佩克目前能做的其实相当有限 鉴于俄罗斯每天出口400万至500万桶原油 以及200万至300万桶成品油 任何国家短期都无法替代 俄罗斯在能源市场的作用 2020年疫情爆发后 欧佩克家通过大规模减产 拯救了全球石油行业 并在去年通过逐步增产帮助推动了复苏 不过 随着许多欧佩克成员国遭遇产量瓶颈 大部分成员国已经在以最大产能生产 影响力也在下降 分析师普遍对欧佩克 能否实现逐步增产目标持怀疑态度 对此挖招塞的分析称 难点在于很多产油国缺少增产能力 原因有很多 比如投资不足 疫情 欧佩克成员国中 利比亚和尼日利亚增产难度最大 前者4月份因为油田和码头被封锁 一度减产55万桶 日 Invest Intelligence Research 东西比尤菲人普爱 也表示 2021年年中以来 欧佩克的稳步增产 似乎已失去动力 随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加码 供应风险也在上升 欧佩克稳定油价的能力正在消失 王成强分析称 今年一季度 国际油气公司的资本支出 距离历史高位仍有近半的差距 好业长期以来 资本支出不足的问题较为严重 这是看涨油气行业价值的底层逻辑 地缘危机将国际油价推向更高水平 而行业资本支出仍显著 致厚余油价 展望未来 乖沙沙的预测 油市供应紧张的局面 可能会再保持一段时间 在俄罗斯原油禁运 和欧佩克增产乏力等因素推动下 油价或仍有望继续上涨